大家好,欢迎收看九九爱娱乐 今天为您带来精彩视频 好声音11强名单曝光 5个月横空出示在线经典PK 王增速,怒被淘汰,那音怼 对节目组真有黑幕 9月10号,中国好声音2021地场导师战落下帷幕 两支战队的总比分为4比4平 最终,总票数占优的李荣浩战队 以更高的小分成绩获胜 作为失败方的廖昌勇战队 遵循比赛规则,选择淘汰嗓音,刚硬的铁科男 廖昌勇战队的首战实力是大多数观众意料之内的事情 别开两队学员整体实力之间的差距外 两位导师对本子学员的了解 以及对舞台规则的适应程度也存在差异 廖昌勇是盲选阶段结束后 中途阶梯纳音担当站队导师的 不但不了解本组学员的情况 也是首次率队出征好声音的舞台 对大众评审的喜好与评选机制都不熟悉 很多都表示4比4的比分都很有可能是节目所安排的 毕竟廖昌勇是音乐圈资历颇深的前辈 如果输得太难看,面子上会过不去 其实早在9月初的时候就有网友在网络上曝光了本机好声音 11强学员的名单 其中,夺冠热门的维里安在22进11的比赛中 不敌网红歌手王鑫惨遭淘汰 当然,也有人表示,维里安是因个人行程 如演唱会、感通告等时间冲突 节目组故意安排结果 与维里安一同淘汰的热门选手 还有曾素硕、于空、董舒涵、时尚等人 19岁的曾素硕堪称本机好声音的PK女王 三思上场四轮PK的经历 也让她成为舞台关注的焦点 战达西、挑斐陈 就连导师李荣浩都忍不住直言 小曾同学已经是第三十五次面临这个场景了 面对藏族少年才望罗布 曾素硕延续着此前的慵懒唱腔 一首自带3D音效的爵士乐曲 约会在星期天晚上让人意有未尽 一看的是,这份网报的11强名单中 并没有曾素硕的名字 汪峰战队、王欣、姚小唐、谭轩元、壮玉亮 李荣浩战队、王洪浩 余子辈、王靖文、廖昌勇战队、张璐欣、陈文飞、李赫琴战队、贺三、五颗月 有消息称,曾素硕输给了廖昌勇战队的张璐欣 其实张璐欣确实是能力很强的歌手 与曾素硕之前也没有交过手 到底输在哪儿?还需要等到节目开播后才能知晓 而另一方面,余子辈被淘汰李延欣 陈文飞淘汰杨耀阳 五颗月淘汰财望罗布 谭轩元淘汰于空 王洪浩淘汰一家等结果都不算暴冷 也在情敌之中,输了不是实力差 而是对手太强 此轮导师战最让人意外的应该是王洪浩的战败 以及导师廖昌勇淘汰学员铁科男的选择 张璐欣输给维里安 铁科男输给王静文 发条月亮赢任魅爽 他们的比赛结果都不让人意外 且也都有一个共性 那就是获胜的多位原创作品 由此也能看出 本季好声音的评审团都对原创情有独钟 当然,无论是维里安还是王静文的原创作品 此起创作都非常优秀 不仅符合当下年轻人的音乐审美 而且非常接地气 优秀到连四位导师都表示惊叹 学历最大且最吸引眼球的比赛 当属王洪浩和财望罗布之间的较量 唱功强劲且严直耐打的两位 登台的打扮就像约好了一样的黑白色调 哪怕抛开歌曲 这两个站一起也足够养眼了 但两人都是偏偏要靠实力立住脚的选手 最终拿出独门绝学 唱英文歌的财望罗布 以三票的差距险上王洪浩 所幸王洪浩在网爆的11强名单中 并没有提前淘汰出局 让人无法理解的是落败的廖昌勇战队 居然会选择把铁克男推出舞台 而留下唱一整首英文rap的李延欣 要知道李延欣这首歌唱出的效果 正如他自己所描述的那样 简直就是噪音 不说律动如何吧 关键连这首歌唱的是啥都不清楚 听得导师和助教都忍不住投笑 包括观众也一直在发弹幕对其吐槽 说实话 首轮的导师对决 如果不是节目组的后期剪辑掉了些胃口 真心不愿多看一眼屏幕 第二轮的导师战中 通过节目预告 我们看到了在舞台上重现经典乐语的五颗月 一首B1的海阔天空 熟悉的歌词 熟悉的律动 再次勾起观众对经典歌曲和歌手的追忆 一袭纯黑色宽松连衣裙 一头乌黑秀丽的长袜 肆意散落 操一口纯正乐语的五颗月 再次成为舞台关注的焦点 好声音是党真人秀综艺 但并非每期节目都是现场录制 除总学赛外 几乎都是提前录制 然后每周按档期进行播放 所以你会发现 导师在盲选阶段都没换过衣服 因为我们要花几个星期才能看完的盲选 其实只录制了一天的时间 由此可见 这份网报的11强名单具备可信度 很有可能是去看现场的观众透露出来的 但不管怎么样 除关心比赛结果外 我们更应该关注这些选手舞台表现 不过在11强名单确认后 冠军的选择范围也越来越小了 光丰战队人员最多 李克勤跟廖昌勇战队则相对危险 很多网友表示 在如此关键的时期 那应将小二班交给廖昌勇 是很不负责任的表现 甚至认为 发条月亮 李延新 财望罗布 铁克南等实力选手惨遭淘汰 多多少少 有导师原因 跟新导师廖昌勇融合的不够好 其实早在节目录制的时候 那应就只是旧场 原定的导师因为种种原因录不了 那应才接手 由于后续工作安排 实在无法进行录制 才中途换导师的 不管是何种原因 反正11强后 只剩下两人的小二班比较危险 要面对的是 于子辈 王静雯等多个超强选手 除开那应战队 只剩两人的李克勤战队 也不容乐观 不过五颗月一直被认为是夺冠热门 不知道最后会不会如此 反观 李荣浩战队跟汪峰战队 不仅人数占优势 选手的实力也非常强劲 中国选手的实力 人气以及以往选人的惯例 今年好声音 最可能夺冠的人选世 五颗月 王静雯 王洪浩 当然曾经的回国肉谈旋员 于子辈也有一定的可能 不过 其实目前为止 好声音还没有过回国肉拿冠军 总之 不管最后结果如何 大家能听到喜欢的声音 喜欢的歌 就很值 想回看自己支持的歌手现场的朋友 电视打开 当被酷狗音乐就能听看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九九爱娱乐 敬请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讯